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一次的TensorFlow视频较队当中来 这次呢我们会基于上一次的CNN的介绍,卷辑神经网络的介绍呢 我们会继续讲如何在代码当中实现它 题外话,我今天讲的一个头发,感觉头都已经竖起来了 那好,我们在讲代码之前呢,我们先说一下 以前呢,我们用一般的神经网络来预测它给的这个0123456789的Data的数据呢 我们能达到的准确率是87点多 但是呢,这个准确率呢,它对目前的技术来说呢,它是比较低的 所以呢,如果我们想要提升这种准确率,那我们可能就要用到这个Conventional Neural Network 也就是CNN,你看我之前编了一下,然后它的准确率呢,到了96点多 那是一个比较飞跃的进步 因为呢,如果你准确率提高的越高,难度就越大 如果你还想提高到99%的话,那难度就更大了 我们基于这个代码呢,来修改一下它的一些语句,来进行我们这一次的Conventional Neural Network的练习 大家放心,我还是会把这个代码的信息呢,放在我的视频描述当中 大家可以去下载它,然后自己进行练习 这个呢,我们首先是Input Tensorflow,然后它的这个数据 我们要输出的一个结果呢,依旧是它的一个Compute Accuracy,它的准确度 也就是我们这边输出的96%啊,这些东西 这个呢,我已经附在练习当中了,大家不用去自己编 我们要编的呢,这节课要编的呢,是Weight Variable,怎么定义它的Weight和Bias 然后我们怎么定义它的Convolutional的一个图层 然后呢,在这边的我们上节课讲到Pooling的一个图层 我估计这一课只能讲这上面的几个定义 这边的Convolutional怎么去添加这些Layer呢,我们可能要到下一节课才能讲到 后面呢,就是去减小它的误差,然后每50步输出它的准确率 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我们定义它的Variable呢 就是你输入它的Shape,然后它给你返回Variable的一些定义的参数 那么我们就可以,Initial等于TF.tucatedNormal 这个跟那个Normal Distribution它是有点类似的 但是它在卷积升级网络中可能会比较好 因为Google它自己就用了这一个Normal Distribution去产生随机变量 Shape它的一个形状,Shape,然后它的Standard Deviation等于0.1好了 然后我们就Return Tf.variable Initial 我们把这个Initial的Variable返回出来 这个BIOS呢同样的类似的步骤 但是Variable呢它这个BiOS的Variable呢它的定义可能不一样 我们定义全部最开始的生成的值呢定义它是0.1 然后Shape等于Shape 然后之后它才会从0.1变到其他的值 这个BIOS呢通常用正负的正值呢它会比较好 所以呢我们用0.1代替就好了 然后Return tf.variable Initial OK 这就是我们只要传进去它的Shape呢 我们就可以返回出这个呃 变量的 Weight变量和BIOS的变量 然后我们就开始定义我们的卷积神经网络层了 这个X呢是它的输入的呃 值或者图片的值呀或者什么的 然后这边的W呢就是它的Weight 也就是这个Weight 我们定义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层呢是非常容易的 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只要在TensorFlow当中呢 Return这个tf.nn.convert2d 这也就是一个二维的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然后我要定义的是它输入的是X的参数 大家看到我们上一课所提到的整张图片呢就是我们的X参数 那我们这边的X呢就是这个意思 图片的所有参数 所有信息 然后我再传入我的呃 Weight 就是我整个这个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成的Weight 然后呢我再传入我的呃 Straight 这个呢叫做不长 我每一步跨多少呢 如果回到之前的练习当中的话呢 就是这个也就是我每隔一个pixel 抽取一次它的整个这一块的信息 我再隔一个pixel 这个就是像素点再抽取它一次信息 那我的这个Straight怎么定义呢 它在TensorFlow当中呢 它是四个长度的一个列表 然后我们先这样定义 第一个元素在列表中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元素呢 它说它一定是要等于1 然后呢 我在在X方向呢 就是相片的一个水平方向呢 我是跨度为1 我在Y方向呢 图片的Y方向 也就是它的数值方向呢 我的跨度也为1 就是它每一个步长都为1 我就是这样子输入 所以呢我这边先 呃 make note Straight 它是1 然后X Movement Y Move 1 它是以这种形式 在TensorFlow document里面 它有强调说这前后两个都是要等于1 然后我在Padding 我是以什么样的形式Padding呢 Same 我们之前也提到过 它有两种形式Padding 一种形式呢叫做Valid 一种形式呢叫做Same 那Valid呢 它就是它的抽取的这一块呢是全部在图片里面的 那我的Same Padding呢我抽取的呢有一块在外面以0来填充这外面的一些值 然后我抽取出来的这个图片的长和宽呢跟我的原图片是一样的 那我的Valid呢我抽取出来的这一层的长和宽呢跟原图片是比它小一点的 就是两种不同的Padding 我们在这个练习里面呢是用的Same Padding的一种方式 那我再make note一下 Must haveStreet 在它的第0位等于 等于 就在它的第0位和Street的第4位呢 我都是要等于1 也就是前面这边所提到的标准 然后我们还有Pooling的问题 那Pooling呢 就是上节课我们这边所提到的 为了防止我跨步太大丢失的东西太多的话呢 我在中间还要进行一个Pooling的处理 就是它我把它的整个跨度呢减小 这边跨度为2跨度为1就是减小了嘛 然后我在用Pooling的时候呢把它的跨度变大一点 就类似的用Pooling来处理跨度大的这种问题 那它得到的结果呢 它的形状呢都是一样的 但是这样的处理呢 我们会保留更多的图片信息 所以呢 那我们这个Pooling Pooling 功能呢就要这样定义 就要它定义Pooling的话呢也是非常容易的 在TensorFlow当中呢 就是NN.Max 我们用MaxPooling的方法 我们之前也讲到过Pooling的话呢 有AveragePooling和MaxPooling 它的TensorFlow的教程当中呢 是用的MaxPooling 我们就也是用MaxPooling来试一下 然后它的输入呢 是我X的这个相片的图 就是我Convolutional这边传出来的这个图层的东西呢 我就传入到我的Pooling当中 然后X 然后它有一个叫K Size 等于1 2 2 1 K Size应该就是 不知道怎么形容 但是我先数完一下 Straight 等于1 2 2 B 这边跟这边也是一样的 它D0和D4都要等于1 D0位和D4位都要等于1 然后我在XMovement 和YMovement上面呢 我就要多移动一位 就是把这样子 就是隔两个不长 两个Pixel移动一下 两个Pixel移动一下 那这样子呢 我就可以起到了 把整个图片的长和宽呢 把它压缩了 那这就是Pooling 我还有一个叫Padding Padding的形式呢 我跟上面的Padding是一样的 所以Pooling呢 其实上很很像我们的 这一个定义 在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的这个层 但是呢 它唯一不同的呢 就是它处理的时候呢 它不用传入我的这个 Weight Pooling跟这个相同的地方呢 也就是它一定要传入一个 我的不长是多少 因为我在Pooling的这一阶段呢 我把它的长和观减小了 我不是在Convo2D的这一阶段 把它减小 所以呢 它是它们两个是比较类似 然后我把这边也复制下来 就是说它第一位和第四位一定要一样 那我们定义好了这几个功能以后呢 那下一节课呢 我们就会讲到 如何在这样子添加它的一些 神经层 那我们的Image层和我们的Convolution 然后加上Pooling的这一个层 这一个在另外一个Convolution 加MaxPooling 然后再呢 我们连上一个Fully Connected 和另外一个Fully Connected 最后呢 我们到我们的Classifier这个层 那也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一串代码 那我们下节课再说了 拜拜 拜拜